文水清清北京时间10月20日,被球迷戏称为深陷打架,的东部一场焦点战中,坐镇主场的猛龙金四杰博弈,最终,113比101级外凯尔特人迎来两连胜,球迷见证新龙王登基同时。 一看到券新F4希望,莱奥纳德29分10篮8三助攻绿军暗计定部署派出霍福德,布朗、塔图姆、埃博德和欧瓦全明星级阵容,猛龙则主动球变以一巴卡踢在上一战上发的瓦兰修纳斯,与西亚塔姆、莱奥纳德、格林和洛瑞为同样组成无效。 这边对麦芒大势下,首阶还有三分钟处猛龙17比16领先,为变区下转折点降临,马兰换下一巴卡,范弗里特、华洛瑞、麦尔斯、提莱昂纳德。 就是这一变化后三分钟猛龙7次进攻入下,四立三分打铁,一次游击区强攻未果,两次失误。 但弗里特强突到半规二发一中结束,反观台尔特人,霍福德与贝恩兹两个2加1,卡图姆一记三分,25比18开尔特人完成逆转。 欧恩21分带领夏绿军,曾领先击分四级四分钟后猛龙主力阵容回归,球队进攻立刻起色。 莱昂纳德进攻篮把造反规两发后又追身三分,瞬间将温差追至32到33。 二后比赛主机调是你来我往一子对子,欧恩三分。 洛瑞回敬,海沃的中距离,洛瑞强突,伊巴卡中距离,卡图姆在回应,伊巴卡小抛头,莫里斯在止血,四次强强对话中,绿军变化到来,反复米特失误。 罗奇尔,朱布朗追身三分,莱昂纳德跟完成高难度中距离,罗奇尔在三分拓势,二后圣尔在朱布朗,轰尽三分将温差重新拉大约八分。 庆幸的是,伊巴卡依然高效还一击三分,洛瑞被祸复的打帽,却归是神差,落至半弗里手中,后者命中压少三分。 猛龙以四分裂势进入第三节,莱昂纳德爆发,甩开布朗双手中扣,单挑莫里斯的干拔,DA在单持布朗,强吃塔图姆造霸归两罚,自己反击战,三分线外偏文犯规,又三罚全收。 接伊巴卡守地守在众口为三节十五分,刘拉扎完美帷幕,引领猛龙八十二比七十九,完成反超。 莱昂纳德第三节十五分引迷转莫杰决战犯弗里特,埃乌诺比和鲍威尔八分流化解欧文与海沃德八分反扑后,莱昂纳德归来双方再次进入白任战。 莱昂纳德三分,莫里斯回应,伊巴卡二次进攻,塔图姆造范归两罚, 可随着莱昂纳德再次强制塔图姆成功,莫龙瞬间紧喷,格林三分,陆瑞三分集中距离,伊巴卡再不扣得手,比分来至一百一十一比九十九。 比赛自此失去悬念,至此定额本场比赛,莱昂纳德二十九分十篮板三助攻正式登记龙毛宝座,在他个人能力威胁下,伊巴卡采用二十一分六篮板输出, 加之洛瑞十五分五篮板六助攻串联,及格林十四分五篮板三助攻不缺,莫龙才能击败实力更好时凯尔特人。 而且十九分二十六篮板十四助攻数据日试,东部F4正悄悄到来。